韩方的第二次创新 发展为韩方生物产业 韩方中心 创造未来的投资价值 吸引250家企业 其中包括50家国外企业 预计游客总量可达80万名 地区经济扩散效应下 经济价值达1627亿韩元 创造就业机会1740个 创造附加价值达452亿韩元 引导人类和世界未来的新型模式 其核心在于韩方生物产业 生命和太阳之地 中清北道天然治愈城市低川 中清北道致力于高富价值的 未来技术生物产业 建成了低川韩方生物股 武松生物股 中州糖尿生物股 沃川医疗器械股 淮山有机农生物股 镇川阴城化妆品美容产业股 从而打造出生物六角股 并持续进行系统性投资 另外中清北道低川 作为朝鲜时代全国三大药材集市之一 拥有发达的交通网 成为全国草药流通的中心 2005年 韩方产业城市低川 被选定为政府指定草药 Wellbeing特区 建设可用于研究和生产 高品质草药和天然物的 天然物组织培养设施 高性能LED药物作物研究所 药用作物种子推广中心 韩方生物产业研究城 即可以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原料的 国际天然物原料制造基地设施等 打造出了有关韩方天然物生物方面的 韩国最大规模的韩方生物集群 目前国际天然物市场的规模 大约为1000兆韩元 每年的增长率为8%到10% 使用天然物的生物产业 因具有极高的投资效率 无限的发展潜力 作为21世纪高附加值产业 正备受瞩目 特别是在2010年第十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会议上 通过了明古屋议定书 确定了与提供国共享由各国生物遗传资源产生的利益 从2014年10月开始生效 目前全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生物遗传资源的确保与管理 可替代资源研究 在这样的世界潮流中 中青北道和低川市将目光集中到了我们的传统韩方 韩方的自然主义思想将人体视为一个宇宙 这是生物产业的根基 也是其自身的价值所在 对此 低川市以韩方药材草药为基础 进军天然物市场 正在向成为融合韩方和生物的新兴产业进行挑战 韩方不但是我们的传统也将成为未来产业的关键 韩方生物产业的胜地 中青北道低川的再一次飞跃 从2017年9月22日到10月10日的19天内 低川韩方市博会公园一带将举办2017低川国际韩方生物产业市博会 共有250家国内外韩方生物天然物相关企业和3500名客户参加 创造了国内外大规模企业间进行交易的B2B重心 揭开了企业和客户之间的一对一匹配 各种贸易咨询的合作篇章 为参与企业提供了打造成功贸易的最佳条件 通过分享最新研究结果的学术大会 和展现种子与天然物原料制造之优秀性的各种展览和体验 检验韩方生物产业的经济价值和前景 为参与企业和客户提供引领未来生物产业市场的机会 此外还有可以参观生活中各种天然物和韩方生物产业现状的主题展览馆 与过敏性皮炎、哮喘、过敏性皮炎等 现代完整相关的解决方案的特别展览馆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各种关于韩方的资讯 2017 제천国제 한방바이오산업엑스포로 여러분을 초대합니다 生命和太阳之地 中青北道地川引领的未来 2017地川国际韩方生物产业市博会